张华一所国中的女校长是传出酒后失控被检举 这名校长疑似是在校庆当天喝酒过量 在学校是哭吼失态 甚至还倒在地上 有职员拍摄下来之后向教育处检举 校长也出面道歉 教育处则回应表示 该名校长调回了府内 并会由后任校长来站待校舞 女校长喝得醉茫茫 已经无法自己做好 整个躺在地上 不过她的情绪相当激动 张华这所国中的女校长被校内人士指控 上学期两度上班的时间应酬 这次已是在校庆运动会当天 外出聚餐喝酒 但因为不生酒力 回到学校之后烂醉无法工作 而这名校长的社会也出面道歉 坦诚行为失当 当时也在聚餐现场的前校长指出 女校长是要感谢她协助筹办校庆 主动前来敬酒制议 并非被众人灌酒 彰化宪教育处表示 确实接到影片和照片检举 认为行为确实不妥 已经启动调查 张华协教育处表示 目前这名校长也已经调回府内 下周将召开考基委员会 确定如何成处 由后任的校长站在校务 另外也将宋教校长临宣委员会 讨论是否害市任校长 记得您健身 真话报道